2018年5月9日,俄罗斯在红场进行了盛大的纪念为国战争胜利73周年阅兵,并展示了大量的新式装备,上处于最后测试阶段的海造无人机十分引人注目。 在当今世界无人机领域,中美遇发举足轻重,不管是自用也好出口也罢,俄罗斯都在无人机领域名不见经传,长期被中美压着一头,近年来俄罗斯也是卯足了尽力。 囚在无人机领域实现弯道超车,海盗无人机就是这一背景的产物,寄予厚望但现实很残酷。 海盗无人机,仍然落后中美一大截,海盗无人机是一款战术攻击。 无人机,具有当前世界上无人机,普遍具有的查打一体的能力,有固定翼和悬翼两种型号,两种型号都可进行战场侦查和战场监视的任务。 固定翼型号可执行打击任务,固定翼型号长4.2米,翼整6.5米,高1.2米,最大起飞重量200千克,巡航速度120千米每小时,最大速度150千米每小时,最大航程120千米,续航时间10小时,有效在赫约40千克,采用推进螺旋桨,可在集装箱内发射, 海盗无人机属于典型的中型无人机,在重近为40千克,只能携带几枚3到4千克的导弹,攻击能力十分有限,所以更多情况下,还是会担任侦查监视的任务。 相比之下,中国彩虹无人机可以携带16枚导弹,攻击能力不可相提并论,这就极大的限制了7座战狼,利,相比于同级别的美国RQ-7A影子无人机。 虽然海盗无人机在自持力,续航里程,应用范围上更具优势,但是这两者的可比性并不高,首先影子的设计初衷就是纯粹的战场侦查,监视,海盗则是查打一体化,两者进行比较是不公平的, 再加上影子,已经是一款很老的无人机了,美国自有先进的型号来替代,根据当前已知的信息,海盗无人机还没用较为高级程度的操作系统和信息联网功能, 而这一点在彩虹4上就已经实现,由此看来海盗无人机相比于当今的中美差距还是比较大的,而且还要等到2025年才能交付给俄罗斯陆军特种部队使用, 只不定到时候世界上无人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,所以说俄罗斯想要实现弯道超车还需要投入更多财力、物力、人力、本文有火器营原创、抄袭必究、图片来源于网络。